我 說一下為什麼你不要寫這個苦這個字 齁 剛剛中天新聞啊 他寫那個什麼 退休 勞工 都很苦啊 就寫這些啊 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又可以讓你比較不苦 他有一個可以安排怎麼樣的 維持一個他的地位嘛 可是我跟你講你不要隨隨隨隨便把這個字寫出來 你看他的動機我一看就看出來了 有些人不會覺得苦嘛 你不要誘導到大家都到這種方向嘛 還有這個苦不苦啊 你每個人不太一樣嘛 你怎麼說全部的勞工都苦咧 你寫這個 你不要這樣不要講不要寫這種東西嘛 同一個時間內 有些人苦有些人不苦有些人苦有些人不苦 每個人職業也或許也不一樣 你說什麼退休勞工全部都苦啊 不要這樣寫 你不要在媒體上寫這種字嘛 有些人不會覺得苦啊 會不會苦 你是要把人家誘導到那個方向咧還是怎麼樣 你的動機只是想維持一個 這個你可以安排金錢這樣一個地位嘛 可是我跟人家苦這個東西啊 有些人會苦有些人不會苦有些人會苦 有些人不會苦嘛 你不是全部退休勞工都會苦的嘛 你隨隨便把這個字拿出來亮相幹什麼咧 你誘導到那個方向 你這個心態不好啊 你這個心態不對啊 有些人可能他就這樣過 欸聽你寫苦 唉呦好 我好苦 我好苦 對不對 他是不是把人家誘導這個方向 你誘導方向 你的心就有問題嘛 心態就有問題 有些人會苦有些人不會苦吧 你寫這個 你寫這個 真是他這個心態有問題啊 你這樣不行啦 你這樣不行 你不要隨便把這個字拿出來亮相嘛 會苦 我看都沒有很苦啊 都笑嘻嘻的啊 人家都很開心啊 對不對 你幹嘛把人家誘導這個方向呢 你在想到維持什麼東西